学习设计和教学设计到底有什么区别,欧洲和美国的教育研究对于什么是学习设计,什么是教学设计的理解有何不同,以及对教师来说,学习设计和教学设计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,本片文章对此做出了解答,本文原载于本编译作品,原载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,国际与比较教育公众号,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主办的杂志,技术趋势,Tech Trends,发表文章的编译,本文章的视频版,可以在B站和YouTube上找到哦。 学习设计vs教学设计,在欧洲,学习设计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,并且关注的不再是教学内容,及其在正式教育环境中的展现,而是关注复杂的学习,多元的学习环境,包括工作场,以及在学习环境中对学习者数据的分析。 在美国,教学设计,instructional design,ID,则是一个经常听到的术语,被用来描述教师如何将将学习和教学的原则,转化为教学的材料,活动,评估,与美国不同,欧洲更崇尚用学习设计,learning design,LD来描述高效,愉快的学习体验,用学习体验设计,learning experience design, 一词强调,教师,甚至学生,设计教学环境和新教学法的主体性,并鼓励他们结合LD,反思实践以促进自身的职业发展,美国和欧洲的不同,倒并不是教学论者和建构主义者的较量,亦不是以教师,还是学生为中心的辩论,LD和ID,只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,前者的重点是,教学的目标,即学习,learning,而后者则是方法,即指导,instruction, 作者Watson和Tisner认为,欧洲倾向于用学习设计LD,而不用教学设计ID,主要是因为前者学习设计,更具包容性,能够囊括多种学习型组织,如学校,公司,组织,体现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学习,并且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随时进行,在作者看来,学习设计LD,需要人类学习与认知的理论,技术支持,以及教学设计的原理, 但新兴科技如远程协作,智能辅导,无缝和无处不在的学习评估技术,思维工具,新技术气扩展,又挑战了一些教学设计原则,因此,通过分析欧洲对于技术学习环境中学习设计的相关研究,作者归纳出许多精彩结论,为未来各国的研究,提供了方向性建议,学习设计对教师的三个挑战,教育技术的出现将学习设计的重点,从传统的学习材料,转变为学习体验和学习环境,再现 教师,还是现实世界中的其他某个地方,例如工作场所或博物馆,或者混合环境,作者认为,这些复杂的教学环境,给教师带来了三个挑战,第一,要成为优秀的学习设计师,教师需要灵活运用三方面的技术,如图一,及不同的教学法与教学方式,techniques,包括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,游戏模拟的教学方式,在职培训,学习社区,学徒制等教学方法,各种教学工具,tools,书籍,白板, 计算机,移动设备,工作商店等,和教学内容,ingredients,内容域,知识线索,传统的全方位的反馈,学习目标等,第二,教师的日常工作中,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,进行科学文献方面的阅读,尽管这对于成为优秀的学习设计师非常重要,学习设计师要么无法访问科学文献,因为通常只能在付费后才能使用,而付费后只能由学者免费使用,要么即使能够阅读文献却无法理解或解释这些文献, 并无法应用到他们作为学习设计师的工作中,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学习科学相关的学术培训,第三,如何捕获相关和必要的有关学生学习的数据,并将其呈现给教师和学习者,使他们能够理解,反思,并随后将其整合到他们的设计或学习选择中。 看完这篇文章,你学到了什么,欢迎留言,告诉作者,你还想看到什么内容和选题的文章,别忘了加关注,获取内容更新哦,最后,请你点个赞,支持一下作者吧。